谜题终于解开了 只是不拘挑战 凡事求个明白 算是本情难改 可以还你公道 我又不乐不为 一些漫不经心的说话 将我以火解开 一种莫名奇妙的冲动 将我继续追寻 你的一举一动 我却非加流行 只要真想打败 一切 一切无愧于心 李峰 坐 你们也坐 来 坐 休休 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 我本来就无赖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那我也不隐瞒了 虽然我们在外面混 可我们一事无成 所以我们觉得没有脸面去见你的 包大人都跟我说明白了 什么 他这个人怎么能在别人背后说坏话 张龙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包大人 不是吗 网包大人还口口声声说你们有情有义 他说我们有情有义 不是吗 他说你们为了锄强服务 帮助村民 不惜得罪权贵 这就是有义 又说你们为了家人勇闯四方 这就是有情 他真的这样说吗 他还听你们说话 说你们在他身边只是当助手 可能因为这样 而没有胆量回来见我们 他说我们跟了他 不是吗 之前有位叫小蜻蜓的姑娘都跟我说了 我心想听人家这么说 什么良情择目而期 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 能够跟随包拯天下第一聪明人 可谓是你们几生修来的好福气呀 对呀 哥哥你真行 我说给这儿的小伙伴们听 我说我哥哥是替包大人做事的 他们都很羡慕你呀 但想不到你们竟然这样无情无义 在人家这里做事 不但乱闯乱撞的 立凤 还说主子的坏话 我 秀秀少贞 来 大嫂 立凤 大嫂 立凤 你别走啊 对呀 听我们说呀 好 难道我真的还会生你的气吗 我见你真的脚踏实地的去做事 我就安心了 我出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我不想打扰你 包大人说得对 男儿志在四方 只要你心里有我 我在家里会好好照顾秀秀的 立凤 你也就安心跟随包大人吧 不用送了 快回去 跟包大人道个歉 立凤 好好照顾自己 来咱们走 立凤 你等等 赵虎 你有钱吗 只有十几文钱了 给我吧 我这里还有二十文钱 这够吗 够了 他们需要钱 你们拿着 你们需要钱 差点忘了 你们这个月的工钱 包大人已经发给我了 你说什么呢 他说给我做盘缠 公钱 你放心 我真的安心了 不用送了 包大人可能还有事要你做呢 妹妹 哥哥 你放心吧 我已经长大了 你不用为我操心 我还可以照顾秀秀呢 这个是包大人给我的 你看 这是木炎和毛笔吧 是啊 包大人说 女孩子也要多念一点书 等长大了做个有知识的人 包好 包好 我们走了 阿龙阿虎 你们珍重了 好 跟着我们走 妹妹 哥哥再见 赵虎 你干什么呢 想东西 我 你这无动于衷啊 赵虎 你干什么去啊 我 我要干我自己的事情 你想干什么 我去跟包长 你等等 大嫂说的都错了吧 两千则莫而欺 我又没说你错了 那你的意思是 我也要跟包长 大哥 走 这样说来 展昭岂不是已经离开了几天了吗 对 经商的从向国寺那边过来 我们也询问了 没有展昭的消息 展昭还说 他一定会比你早回来的 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包大人 你们 你们起来啊 包大人 我们服了 我们原以为官无好官 想不到没有你这例外的 包大人 我们一见莽夫 不懂说话 还是请你收留我们 对 请包大人 收留我们 这个 包大人 而且自从上次开始 我和赵虎一直觉得推理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我们想跟随包大人一起破案 请包大人收留我们吧 收留我们吧 来 你在想家吗 和尚的家在新田里 你真的是个和尚吗 这还有家 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这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这是什么草 这么苦 这是什么草来着 我也不知道 不过 我的朋友在的话 他已经知道了 他叫公司策 很有博学的 我现在才知道 我另外一个朋友的厉害 另外一个朋友 他 面如黑炭 额上呢 有一疤痕 像弯弯的月亮 他 爱抱他不平 遇到危险时呢 就会一步一步的去解决 遇到谜题啊 就会去细心的研究 但是 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就像你啊 不肯把真相告诉我 要我自己一点一点的去研究 这真的很辛苦 我也知道 你会怪我的 但是 每个人他总有自己的秘密 算了吧 我只是说说罢了 其实 我也不明白你 但是我知道 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你觉不觉得 这岛有点奇怪啊 什么问题 你不觉得 这岛有点大吗 我站在岛上 看不到水 也听不到水声 这乔珠峰 乔木峰两兄妹 总有点怪怪的 也不是很怪吧 但是在我心里 总有点什么事吧 方方 快走 有人来了 快 什么事 有人追来了 啊 石头呢 在这边 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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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而已 先 alde 我 máxim 有谁来不上 有谁来不上 是敌是勇 你干嘛 我清楚 怎么样 哥 抓到了没有 没有 那两个神秘人究竟是谁 不知道 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一定是敌人 敌人 对 小兄弟 感谢你一直出手相助 等找到东西之后 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报答你 干什么 半夜三个这么吵 你才吵呢 平时说话声音那么洪亮 怎么跟王大哥这么说话 你怎么跟张大哥这么说话 包大人只是暂时收留你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循规蹈矩 还是会被赶走的 我们不循规蹈矩 我们只是想把弄烂的椅子给修好 谁让你们修的 出什么事了 包大人 既然我答应了 让招龙赵虎跟随我 以后大家好好合作 不要再吵架了 是 是 包大人 这么晚了还不睡 是不是在为展昭担心 我总觉得展昭出事了 包大人 有时候赵虎出事 我这心里也是好不舒服的 对 他要是出事 我就好像有心灵感应似的 非常的担心 包大人 要不我和马汉去找找 我想亲自去一趟 王朝马汉 你们就留在这儿 张龙赵虎跟我去一趟向国寺 是 是 与他们上路 不太安全吧 有什么不对 我们会好好保护包大人的 对啊 我们会好好保护包大人的 废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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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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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散啦 卖散啦 您看个菜 给我烤的 卖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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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哥 我想请问一下 这附近有没有有名店 我们想吃的东西 你们几位想吃东西 有有有 前面不远就有 挺干净的 好 谢谢 走去那边 卖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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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的那么慢 我们到哪尽找吃的 好像不是在手展招 这口飞汗 这种食物确实令人费解 就是令人费解 卖散啦 费解 老板 菜怎么还没上来 客官 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再等会吧 包大人 老板 我们去向国寺 还要走很远的路 我们能不能抓紧一点啊 赶路 也得先填饱肚子嘛 老板 客官有什么事啊 我想打听一下 有没有一个小和尚 在这里出现过 小和尚 老板 修好了 修好了 你没什么印象 他差不多这么高 胖胖的 脸圆圆圆的 胖胖圆圆的 客官 我见过 阿佛 又胡说 谁胡说了 那天我还当他没钱结账 客官 你还没结账呢 我抢起来了 那天 那天 你还被我骂了 对 你把那门装坏了 你说的就是那个 报家案的那个小和尚 啊 报家案 我们这里镇子小 一点点小事 一会儿就传开了 没有什么秘密 那个小和尚还说出命案 还到衙门去 闹了一场 来 小二 没事 谢谢啊 客官 里边请啊 黄大人 你真走运 就连这样也能找到展昭的消息 对啊 刚才要不是我们吃东西 根本就找不到他的消息 是啊 这也是推理啊 这叫什么推理啊 你要找一个人会怎么样啊 我沿途去找 那也有线索了 线索 站中留下线索了吗 一个人最常留下的线索就是他的生活习惯 展昭最喜欢吃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找好吃的地方去吃东西 怪不得 你总打听哪有好吃的 原来是因为这个啊 三位 喝葡头到了 喝葡头 三位是 他就是定远县的支县大人 包长 包大人 原来是包大人 吃进吃进 为什么不让包大人到内堂 不用了 喝葡头 我想打听一件事 什么事 我得尽管问就是了 几天前 是否有一个小和尚来报过案 有 他和一个少爷在一起 还谎说蓬原客栈有命案 蓬原客栈 好 于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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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至少 不来 我去 郭大人 怎么样 都查过了 自从展昭报过案之后 就再没人驱逐了 是 而且在那里干过活的人 到现在一个都找不着了 展昭没有报假案 那里的确有事发生的 彭源客栈的门都是新的 还有一扇门曾经装反了 装反了 对 门都是从外往里推的 有一扇确实向外拉的 对啊 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 就没发现可疑点 据何博都说 展昭是替那个少年报的爱 也就是说 展昭可能遇到了那个少年 也可能救了他 从那个少年口中 展昭得知他可能遇结 或发生其他什么事 总之是有人死了 而且案发地点就在彭源客栈 但是案发之后 有人却故意将所有的线索 都隐藏起来 当时何博都和展昭都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可后来 展昭在酒家里发现别人修门的时候 忽然想到彭源客栈那扇门的线索 便急急前去侦查 差点没有付账就走了 原来如此了 对 这些都只是推理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 是不可以作证的 推理的已经很真了 就像你亲眼目睹似的 包大人 你是真厉害 是啊 展昭可能还和那个少年在一起 也可能发生了其他的突发事件 所以不能去报官 线索到此却断了 展昭到底身在何处 今天这鱼打得不少 是啊 你看都活着 待会儿到吉时办个好价去 好 大叔 是你啊 有没有看见跟我一起的那个少年 没看见 没看见 没看见啊 嗯 谢谢啊 没事 真奇怪啊 到底去哪儿了呢 包大人 和伙子请坐 谢大人 大人 您叫卑职来有何吩咐 上次彭严克镇的命案调查的可有进展 包大人 因卑职一时疏 不过 卑职后来陪人去查探过 这才发现 地面上有很多血迹 已经被人用尘土所掩埋 而且 门窗也被重新安装过 最可疑的就是 但是连院子里栽种的树木也都是重新移植的 你有没有找老板来打听一下情况呢 老板和店小二都已经失踪了 失踪了 对 那他们会不会回到乡下去了 不可能 因为他们都是本地人 如果他们外出探亲访友 家里人也不可能不知道 喝不头坐下说吧 谢谢大人 除了彭源客栈的命案之外 最近小镇还有没有其他的可疑事情 包大人 最近大吉的货舱曾经发生亵斗 属下派人查探过 舱内货物堆放凌乱 有打盗的痕迹 喝不头 这个货舱里堆放的是什么货物 这货舱是棉花舱 棉花舱 对 所以属下派人去调查 发现一波来历不明的人 经常出入货舱 来历不明的人 对 那他们是什么身份 好像是苦力 可是那些苦力在货舱里出没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可是他们都不是本地人 所以属下得到消息 我们决定去查探究竟 属下 正准备明天行动 将他们一网打尽 喝不头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那要不要属下派人协助调查 不用了 如果动用了官府的人 可能不太合适吧 快点 上点了 好 走 快点 那我先走了 别把东西丢了 是 小心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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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老伯 你不是吧 没事 吓死我了 我以为是条蛇呢 给 老伯 谢谢啊 这是什么草啊 这么多 这是什么草来着 我也不知道 老伯 这是 这是寡妇草 挺苦的 寡妇草 对 这是从哪儿采来的 这草只有前面那个盼儿山上才有 盼儿山 对 就是那盼儿山 来 打开箱子 打开箱子 就能行 打开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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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果然不是一般普通的苦力 他们和邪教有关 快去接应张龙 他可能有危险 是 我看你睡得那么香 所以就不叫你了 你怎么了 快去 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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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 真的是你啊 是你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没事 看到你没事我也就放心了 那两个不是你要找的人 你怎么知道 你说吧 走 吃点东西吧 我想这里应该安全了 对了 你为什么会躲在草堆里呢 我听到你的脚步声 怕是狼或者什么的 所以就躲了起来 对了 他们呢 我睡醒后 他们说有事要赶着去办 叫我不要乱走 他们说我睡得很熟 有人来袭击我都不知道 还说你被他们带走了 你不是睡得很熟 是中了迷药 迷药 他们根本不是你要找的人 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其实那间房子 根本不是他们的 我去过那里 检查过放在屋里的衣服 而且这里也不是逍遥岛 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这只是一个布局 布局 嗯 从我们遇上他们开始 就是一个布局 他们假装成你要找的人 然后那一晚 不是有人来袭击我们吗 我们就中了迷香 但那个自称乔木峰的 却没有事情 睡醒后 就假装把我们带到了逍遥岛 我一直都很奇怪 然后那晚我做了一个噩梦 其实那不是噩梦 是他们把我们弄晕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应该是要造一个假的一线天 假的一线天 嗯 不错 我一直都很奇怪 为什么那一线天地上 都有很多碎石呢 没错 这的确是一线天 没错 他们那夜 就是为了去造那一个假的一线天 怕把我们抄袭了 所以才把我们弄晕好 不行不行 再打吧 拿开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为了套出你的秘密 为了你要找个东西 你的推理很好 明师出高徒 就是你说的那个脸黑黑的 头上有弯热的朋友 他比我高明多了 他在这的话早已经猜出来了 你也不错嘛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 我应该怀疑你 你说什么 我早已经知道他们是假冒的 什么 那一晚他们不是拿出相认的信物来吗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乔木峰 你们有什么凭证 但可惜他们弄错了 反了过来 反了过来 我再慢慢跟你解释 你明知道他们是假的呀 我如果揭发他们 他们可能对我们不利 那你还把一线天的秘密告诉给他们 我说的是假的 假的 嗯 不错 那一线天是他们造出来骗我的 根本不是这个模样 是我胡乱编出来的 所以我更肯定他们是假的 那你为何不早对我说啊 哦 我明白了 怕我也是坏人啊 嗯 对不起 我不能不这样怀疑你 哦 你真行 枉我一直替你出手入死的 原来你一直在怀疑我啊 对不起 事关重大 我不得不小心点 什么事情那么重大 他们走了 你怎么还不逃走啊 逃走 如果被他们发现 反而更加危险 你有时候冷静的真是挺奇怪的 你 他们应该是去了逍遥岛 什么 他们一定是去找一线天 他们找不到 不会怀疑你的吗 不会的 他们得找上几天 一日他们找不到那东西 一日我们就会更安全的 究竟你们在找什么 究竟你是什么人 我还不能告诉你 但请你相信我 我不是坏人 包大人 他们分散开来 十几个人往不同的方向跑了 快 快惊动了他们 被他们发掘了 不会的 他们的行动一直下在刑局 而且继续严密 他们分散走 早有目的 包大人 我们现在怎么办 前面有个村子 过去再说 好 语静 果然是展昭的王 赶哪里 走 你静 你能告诉我展昭在哪里 见过一个这么大的小孩吗 没有见过 他们就没有见过 回来了 今天天气不好 就打了这么点鱼 这天是说便捷 昨天有一个小和尚出海了 他会不会出事啊 两位大哥 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小和尚 他是我的朋友 他来过这儿吗 是和那个小少年一起的吧 来过 对 昨天来过又走了 昨天 前天也来过 他来过两次吗 是 前天他和那个少年一起的 说要找什么逍遥岛 那昨天呢 昨天他来找我们 问我们有没有见到他那个朋友 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哎呀 或许他去找逍遥岛也说不定啊 几位进来坐会儿啊 不用了 多谢二位 多谢啊 没事没事 逍遥岛 哎呀 差不多了 我现在要回山洞里去了 你还要回山洞啊 嗯 要不然他们会怀疑我的 但是 他们可能知道真的乔母峰和乔珠峰在哪里 没有他们我也去不了逍遥岛 真的有逍遥岛啊 到现在你还不相信我啊 如果怕危险的话你可以回去 反正我一个人应付得了放心吧 哎哎哎 方方 我遇上你啊 算我倒霉 等会儿我在山洞附近 出了什么状况你就大声叫 知道吗 嗯 好 方方 方方 哎 方方 哎 你们来了 我睡了一觉 哎 你们的事情都办完了吗 办完了 赶招呢 哦 赶招啊 他走了 走了 他呀 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来吃馒头 饿了吧 明天我们就可以去拿那个东西了 对 来 喝点水 然后啊 你再好好的睡一觉 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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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起码要睡八个时辰 无论如何 今晚要套出去逍遥岛的路线 我们的时间实在是不得了 的 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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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晕倒了 什么会这么难呢 这是我朋友给我的药 他们走了 我们赶快追上去吧 优优独播剧場 乔木凤 想清楚了 跟我合作吧 你会被诅咒的 我告诉你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你今天要是再不说 我就杀了你妹妹 你不要说 我不怕死 他没嘴硬 你到底说不说 我乔木凤纵旁四海 顶天立地 好 叫你嘴硬 我们今天就杀了芳芳 对 我们杀了芳芳 芳芳在你们手里 乔木凤 我们做了交易 只要你告诉我逍遥岛怎么走 我就把芳芳还给你 不用说 这肯定是个圈套 你这个盼着 我只是顺赢天命 不督塔斯才是真命天子 你给他迷惑了 他只是个大叛徒 格尔高才是真命 哪有那么多废话 哥 不认识 叶晴 我们今天杀他一个 哥 我们不能够死 为什么 我们先放了他们 什么 我们放了他们 再把芳芳放在船上 你是说 他们一定会去逍遥岛的 对 然后跟着 没错 不过 没有什么不过 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哥 要以大局为主 好 那我们先走 好 走 怎么还没有解开 你先别着急 我 还没有找到他们的穴道 好像不是中文人的手法 那你快找啊 你先别过来 走开 怎么了 你把他们给弄死了 少奸多怪 我啊 是把他们体内的毒素逼了出来 你们 我是展昭 他是方方 方方 嗯 嗯 叫方方少爷就可以了 你是乔木方 是 你是乔珠方 是 我明白了 原来 你早就知道 那兄妹们是假的了 他们男的呢 拿成了太阳 女的呢 拿成了月亮 拿反了 你果然聪明 哎 对了 沐风 你们是怎么落到他们手里的 他们 想知道吗 直接问我 动了 有什么 有什么 你 有什么 人 真的 你 有什么 有什么 你 有什么 你 有什么 你 你 好 你让开你 你干嘛打人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太雅叔叔 原来你没有死 我还以为你死了 怎么 他轻薄你 没有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真的是一个女孩 笨蛋 你这个假话精 骗人王 我说过我是男是女吗 我说过我是男孩吗 我又没说假话 你本事你笨 怨不了人 好了 小姐 我们要赶快去逍遥岛把东西取回 不然的话便什么也无法挽回了 好吧 我们快去逍遥岛吧 应该去 stopped 根本就没有逍遥的 所有的聪明都问过 可他们说那不过是一个传说 一个传说 展昭为何去寻找一个传说中的岛 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么一个传说的 是否和那个少年有关的 传说中 那个岛在神秘的迷雾当中 只有岛上一群自称逍遥族的人 才知道怎么去那个岛 而逍遥岛曾经很惊世的 在岛上有赌场有酒楼有妓院 是一个吃喝玩乐 止醉金迷逍遥快活的地方 所以被称为逍遥岛 但后来 岛民再也没有出现过 所有去过逍遥岛的人 都一一失踪了 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逍遥岛 逍遥岛就成为一个美丽的传说了 展昭他那么年轻又是个和尚 他去那个岛上干什么 展昭 会不会在那条船上呢 小兄弟 得你仗义相助 我实在是感激不尽 不用客气 这也算不了什么 这里是迷人湾 常常都是大雾 只有狂风暴雨的时候 如果现在这里很容易迷失方向 所以叫迷人湾 不错 那我们呢 过了迷人湾一直向东走 就是逍遥岛 这个迷人湾是有方法过的 不用爬 没有屋了 你们有没有听说 不愧听说 他们说见过展昭 一定知道他的下落 那天在窗外的黑衣人就是你了 不错 就是我 那怎么又被他们擒住了呢 先前是我失守被他们擒住 哥哥则逃走了 那天他是想回去探探情况 就遇见了你 之后 我在半穿腰又碰到了他们 所以被他们兄妹俩给擒住了 怎么又有误了 是迷人湾 我们又回迷人湾了 是另一个迷人湾 和之前那个一样 很容易令人迷失方向 以为是同一个地方 所以叫迷人湾 其实和之前那个相隔得很远 那天在洞外 想想石头的那个虾子又是谁 毒眼 对 他的幽眼 被一块黑不蒙着 应该是虾子 他不会又是他四的爪牙吧 到了 前面就是逍遥岛吗 不错 那就是逍遥岛 陈起来 否则 在自己在没有你的夜里 能画出一些光明 留的珠快乐 全部都送去给你 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 从此也不用分开 小寒暗的天拔地 还能在冬夜天空 月亮太阳在相遇 生命中只要有你 什么都变了可以 让所有热心随时都相依 从此在人世上也没有无奈的分明 我不用睁着眼睛看你远走的背影 没有变坏的情绪 没有失落的爱情 所有承诺永恒的相信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